为什么夫妻在一起老吵架 有人说因为找错了人 因为三观不合 因为事儿 还会有人说呢 还不是因为他脾气大不讲道理 但引发夫妻吵架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对方的态度 态度包含三个部分 表情说话时的语气和用词用句 为什么说表情语气用词用句会引发人们吵架 接下来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告诉你 第一表情 看看这几张图 你有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觉得很烦躁很憋气 你想赶紧划走这些照片 如果这些表情就是你的另一半经常对你做的 你是不是就是想跟他说你烦不烦 翻白眼 鄙视 从鼻孔 哼一声等等 这些表情真的分秒间就能激怒一个人 因为这些表情直接表明了对方的态度 对你不满意 对你鄙视 对你不屑一顾 总之 无论你说什么 做什么 对方就是不认可你 不在乎你的感受不把你放在眼里 很多时候夫妻或者情侣吵架不是大家常说的一言不合就吵架 有时候是一个表情不合就开吵 所以专门研究夫妻关系的学者约翰高特曼博士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一项实证 当夫妻吵架时如果出现的轻蔑即厌恶 情侵面是男性常见的表情 厌恶是女性常见的表情 出现这两种表情的时候 有90%的夫妻在四年后就会离婚 但这是国外的研究 国内的夫妻会不会离婚 我没有看到过这些研究 但是我非常相信 有这些表情的夫妻关系一定不好 第二语气 你听到尖酸刻薄的讽刺 是什么感觉 呦吼您多厉害呀 我娶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呢 还有那种凶巴巴的吼 你什么都做不好 连孩子你都不会带 还有那种咆哮式的 妈你滚现在就给我滚 等等 这些语气会让听的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感觉被指责被攻击 人感觉到被攻击的时候很容易反抗 于是吵架一定要吵赢 就成了彼此攻击对方的武器 第三二 用词用句 这也是最容易导致吵架的部分 攻击性的差评 比如你扶得像头猪 你没本事 你就是个废物等等 肯定会让被指责的人愤怒 还有一些虽然语气温和 但是表情嫌弃 说的话比软刀子还狠 我妈说做女人不能像你这样 我朋友的老公可能赚钱了 他昨天刚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包呢 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有啊 哎行了行了行了 这些衣服你就不要穿了 别人穿好看 你穿减实了 就这些嫌弃瞧不起对方的说话内容 会直接传递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或者他们一家人对一个人的不满 这种态度直接表明 我瞧不上你 我嫌弃你厌恶你 不需要看对方的表情 也不需要听语气 只听词 你就能感觉到他指责贬低否定 轻蔑不认可你 而且有时候你能感觉到强迫侮辱 这种语言暴力真的很容易引起激烈的 愤怒的吵架 所以你想想看 之前每次吵架是不是越吵越激动 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两人都忘了 开始是为什么吵架 问题呢 自然也没有解决 因为他们不是在吵事情 而是在找情绪 因为对对方的态度不满而吵架 态度就是开启吵架的开关